欢迎回到美丽烘焙,我是咪里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波霸奶茶味的马卡龙的做法 今天在分享这个波霸奶茶味的马卡龙的同时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无糖奶油霜的做法 因为本身马卡龙已经非常的甜了 那今天再加上我们马卡龙中间会放一颗波霸 波霸本身也是有甜度的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奶油霜上面把它做到无糖 这样子我们马卡龙做起来就可以甜度刚刚好 不会造成过甜的效果 那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无糖的奶油霜怎么做的 或者是波霸奶茶的马卡龙怎么做的话 可以开始好今天的视频哦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视频吧 我们先来做红茶马卡龙 首先我们先把杏仁粉还有糖粉都过筛 过筛的这个步骤是不能省略的哦 这个步骤在做马卡龙的过程里面非常的重要 大家一定要把这些份量都称好 然后过筛 接着我们来加入茶叶 我使用的是这种茶包 我把它剪开 然后把所有的茶叶都倒入我们的这个刚刚的杏仁粉跟糖粉中 用汤匙把它们搅拌均匀 接下来我们来打蛋白霜 首先我会在蛋白里面加入一些塔塔粉 塔塔粉可以帮助维持蛋白霜的稳定性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用几滴柠檬汁或者是白醋代替 我们把白砂糖分三次加入 第一次我们先用低速打到这样子蛋白有一点粗粗的泡泡就可以加入了 接着继续用中速继续搅打 我们打到这样子泡泡变得比较细致一点的时候就可以加入第二次的白砂糖 我们继续用中速来打蛋白霜 蛋白霜打到我们看到这样子状态更加的细腻光滑 我们就可以把剩余的白砂糖全部倒入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打蛋器拉到高速来打我们的蛋白霜了 我们今天打到的状态是要这样子打蛋器拉起来会有一个直直的尖角 这样子的硬性发泡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状态了 蛋白霜的打发程度对马卡红的成功非常的关键 所以大家一定要打到这样子直立的状态哦 接下来我们就来搅拌面糊 我们会把杏仁粉跟糖粉这些干粉类分两次加入我们的蛋白霜中 我们先将这些粉类倒一半到我们的蛋白霜中 然后用硅胶棒上下翻拌均匀 第一次翻拌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些状态还比较容易搅拌均匀 因为在这个时候蛋白霜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把这个面糊搅拌到看不到粉 就可以加入我们剩下的杏仁粉跟糖粉了 接下来还是一样要用上下翻拌的动作 把我们这些面糊搅拌均匀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边上下翻拌边转动我们的碗 千万不要太用力的去搅拌这个面糊 这个过程会有点久因为这些粉类比较干 所以需要花一点时间大家一定要有耐心 我们所要追求的状态呢是把这个面糊用硅胶棒提起来会断断续续的掉下去 这样就是我们要的状态了 可是呢如果你在搅拌的时候太用力导致面糊掉下来的速度太快的话 你的马卡龙就会失败哦 所以我们要边搅拌边观察我们面糊的状态 在视频里面你会看到我把这个面糊拉起来 它掉下来的速度是非常慢的 那么就表示这个面糊这个时候还是太粘稠了 还需要继续搅拌 我又继续上下翻拌大约10次左右 再把这个面糊拉起来看它掉落的速度 这次的速度比刚才稍微快一点点了 就说明这个状态已经非常接近我们所要追求的状态了 然后我再继续上下翻拌大约五六次再把它拉起来 你会看到视频里面这个面糊掉下来的速度就是这样子断断续续的 这样子的速度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最终状态 大家也要注意一边搅拌一边观察哦 打到我们所要的状态之后 我们的马卡龙基本上就很难失败了 我们把这个面糊装到裱花袋里面 我会把裱花袋放在一个杯子里面 这样子比较好装入我们的面糊 然后呢我用一个封口夹把这一个裱花袋封死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挤马卡龙了 我使用的是自己打印的这种小圆圈的模板 那么我的尺寸大约是每个马卡龙三厘米左右 这样子的面糊基本上是可以做出来 20个左右的马卡龙 我们把烘焙纸平铺在我们的模板上面 然后这样子一个一个挤出圆圈 挤的时候可以稍微画圈再提起来 这样子比较不容易使它的表面有个小的尖角 挤好之后我们轻振几下就可以把马卡龙里面的气泡敲出来 然后我们晾干到手指碰它的表面不会粘手 这样就可以送进烤箱烘烤了 烘烤完成之后一定要记得把马卡龙完全的晾凉之后 再把它取下来哦 我会用小刀从下面划过 这样子的话比较不容易把马卡龙撕裂 大家可以看到马卡龙底部非常的光滑 这样子我们的马卡龙就大功告成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做马卡龙的内馅吧 首先我先在牛奶里面加入红茶粉把它煮沸 今天我做的是白柚奶油霜的变化版 这个奶油霜之前我在我的频道也有发过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把牛奶煮沸之后静置了约30分钟 然后我把这个红茶粉全部都过滤出来 我们把这些奶茶重新倒回刚刚的奶锅中 然后在这个奶锅里面加入中筋面粉 我们把它们搅拌均匀 然后放到小火上面慢慢的边搅拌边加热 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面糊越来越粘稠 之后我就会把这个搅拌棒换成我们的硅胶棒 然后呢在面糊成团的时候就可以把火关起来了 我们把这个面糊放到一个小碗里面盖上保鲜膜把它放凉 这个步骤你也可以在一开始要制作这个马卡龙的时候提前做 把它完全放凉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奶油霜了 我们先将这个黄油放在室温里面软化 然后我们用打蛋器中速将这个黄油打到它蓬松 颜色变浅体积变大 我们将刚刚的奶茶团一点一点的加进这个黄油中 每一次都要搅拌均匀之后再继续再加奶茶团 这样子才能更充分更均匀的去使它们融合 全部的奶茶面糊加入之后 我们的这个无糖的奶油霜就完成了 大家如果想要它的奶茶味再更浓的话 可以在这里再加入一点点的奶茶粉 但是呢这个是可选的如果不加也没有关系 奶油霜做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做中间的波霸了 首先我们现在这个奶锅里面放入一点点的黑糖 还有蜂蜜还有水 我们把它们搅拌均匀 放到小火上面加热 把这个糖跟蜂蜜充分的去融化 之后我们加入糯米粉 把它们搅拌均匀 然后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三分钟 每个家庭的微波炉的强度都会不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家里的微波炉的强度 适当的增减时间 做好之后呢我们把它取出来 它就是这样子QQ的很像麻薯的感觉 我们准备一个裱花袋 然后我会在这个裱花袋里面 喷一点油去防止我们的麻薯 黏在我们的这个裱花袋上面 然后我们再把刚刚的做好的这些麻薯倒进去 这样子我们的黑糖波霸就做好了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来组装我们的波霸奶茶马卡龙啦 首先我们先挤上我们刚刚做好的这个奶油霜 我是这样子画圈去挤的 这样子我们中间就可以稍微留有一点余地 旁边高中间低 奶油霜这样子画圈挤好之后 我们把刚刚的黑糖波霸的这个裱花袋 剪一个小小的口 我们这样子慢慢的把这个黑糖波霸 稍微推出来一点点 它就挤成一个长条状 然后再用剪刀把它剪断 这样子它就变成一个黑糖波霸的感觉了 内线挤好之后 我们把这个壳轻轻的放上去 我们用两只手这样子轻轻的去旋转它 这样子就可以把两个壳轻轻的这样子沾好了 又不会挤压到中间的奶油霜 我们的马卡龙就大功告成啰 记得要把马卡龙放到冰箱冷藏 这个奶油霜变硬了再吃 比较好吃哦 这个马卡龙吃起来奶香味非常的足 你可以吃到红茶的香气 又可以吃到中间QQ的波霸 它的口感非常的丰富有层次 就真的很像在吃一个波霸奶茶的甜点一样 如果你跟我一样超级喜欢喝奶茶的话 一定要试试看这个马卡龙超级好吃 我的频道上面还有非常多其他的可爱马卡龙的造型分享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到我的频道观看 非常感谢你们看我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这个视频点一个赞 转发还有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